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奥地利中华乔校在三年前改组和台湾驻奥地利代表处合作办理台湾书院区分为11个语文班 而多半参与演讲会的同学对于文房四保和汉字书法多少有些认识 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学生们都专注聆听 周美清教师节前夕到乔校参访了解乔校对于中华文化的教学模式 也为学生和家长讲解汉字书法之美 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解说 让这场演讲更富趣味心